今集複製縣黎明說我中午在1997年 暑假後就去美國讀書 當時也覺得放棄香港很多事 因為我在做很多電影 我做了三部電影 拍了很多廣告 也開始在初初的電影圈 開始有人認識 導演會Cast我 但也沒有辦法 決定要去讀書 當時我記得我遲了開學 因為我申請綠卡 嘗試做美國永久居民 把綠卡遲了 我飛到過去開學已經遲了 那些orientation全部結束 我飛到Boston 當時我姐姐還在那裡 她載我進入我的中學 我中學就在Massachusetts 但近著Vermont 在很西邊 都很山卡拉的 Northfield Mount Hermann 都是一堆New England的prep school 裡面有一個league 讀書也不是特別厲害 運動也OK 我姐姐就載我和兩個行李進去寄宿 其實她載我進去之後 她自己過了沒多久都回到香港 我就在high school 都自己一個人 幸好我那時候讀完 Farm 3的暑假 去了這間Northfield Mount Hermann 讀summer school 都在那裡過幾月 但那時候summer 很nice 天氣很好 環境很美 也認識了一個台灣朋友 她叫Mini 她的中文名字很好笑 她叫尖 她叫尖名尼 她是尖 我叫袁尼明 真巧 我們都是一見如故 很friend 所以我去到讀書的時候 有Mini 我選了跟她和一個宿舍 希望快點適應 但其實實際上 都認得很辛苦 因為我本身英文又差 去到很多人跟我說話 我都不太聽得明白 我自己和人溝通 也溝通得不太好 去到上學就更加 其實上學還好 如果我讀science math 這些subject econ 即使我讀AP 都相對簡單 在香港會考 已經認識了一半 所以那些是沒有問題的 但一般你說 宿舍、社監禮開會 哪裏是整個school meeting 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很難focus 上英文課那些 超慘 上American history 那樣 整件事很慘 我去到九月 我那裡來Boston 兩個小時 已經很冷 我最怕冷 我穿的衣服完全不保暖 我發現那些日本妹 始終一年四季 在日本都很冷 他們很懂穿衣服保暖 而不會穿得很臉腫 但我這些香港妹 港女 去到去就不太知道 穿一件 死人Max Mera的大褲 再穿那些長褲 很漂亮 但原來一點都不保暖 那時候可能不太流行 都不知道穿什麼 總之穿什麼都不太暖 後來我穿了運動衣 那種 但都不太暖 就說真的 每天都要捱冷 那間學校是衰的 兩個campus 一個叫Northfield 一個叫Mont Herman 都隔八至十分鐘巴士 他們有些巴士 總之穿梭穿梭穿梭 我住的dorm 就在Northfield 但我經常上課 因為science 都會在Mont Herman 還有我練排球 在Mont Herman 每天要搭幾程巴士 來來會 其實我個人很窄 很想整天在宿舍 但事與原為 我去到 Orientation 什麼都完畢 所以我什麼都遲過人開始 但是 其實最怕最怕 就是進不了Vollibor 因為 Vollibor是Vollibor 我們Semester 就是Vollibor Vollibor 我都不理 去到排球場 就打 就被大教練 扔到Junior Vollibor 我就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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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他真的很好 他有留意我 他看我猜球 猜球了差不多十分鐘 他真的有看 他走過來 就說 You don't belong here 他就說 你應該 belong to Vollibor 不是Junior Vollibor 對我來說 都是很大的鼓勵 因為自己適應已經很辛苦 我最愛的運動排球 我練了很多年 在初中中一打到中五 然後去到美國 去到美國 好在可以打Varsity 和一些很厲害的隊友一起打 鬼妹 歐洲妹 又高又有球技 每天練習三小時 一至六 多數星期三和六是比賽 一、二、四、五就練 練三小時 很誇張 有時練球之前 就說 你先跑10K 然後 沒得了 跑 跑完就練 繼續打 打到死為止 每天都非常疲 打排球 最不習慣當然就是 朋友 英文 和Weather 還有 我當時 六歲 五歲 左右 養了一隻狗 那時候離開香港 差不多十七歲 所以這隻狗 都已經很大 在我去到美國 沒多久 牠果身 對我打擊都很大 因為我又不在牠身邊 其實我離開香港的時候 已經很依依不捨 我覺得我這一走 我未必會再見到牠 果然 我只是去到美國 沒多久 兩星期左右 牠就過身了 很不開心 總之 要去看 那裏有些counselor 好像psychologist 那樣 開解我 但其實我都 語言又不是很 不要表達自己 我只是覺得很傷心 他不是幫到我很多 都是靠自己 有時候怎麼靠自己呢 就是 快點找個男朋友 覺得會有個耳磅 那 有沒有用呢 好過沒有 都OK的 找了一個香港男生 跟我一起上課 陪我搭巴士 練完球也會接我 陪我吃飯 有人陪 都過度 順利過度 得好很多 我覺得 對 那 那 還有 這間學校 有名的 叫做work job 其實 叫學生做 做 做家務 那 我的work job 要不就做kitchen 要不就做dorm cleaning classroom cleaning 可以做Liberian 有很多東西選擇 但我不喜歡出外 所以我選擇dorm的工作 要不就是cleaning 要不就是dorm 又有kitchen 我選擇kitchen 誰知道 要早上六點多起床 到沒有暖氣的廚房 切蜜瓜和切蝦蜜瓜 我自己想說很冷 要不就做dishes 但dishes很煩 如果我要乘巴士他們的campus 我是不可以做dishes 因為我會趕不及那班巴士 所以我唯有切蜜瓜 每天切蜜瓜 蝦蜜瓜 如果剛好我雪櫃裡沒有蜜瓜 蝦蜜瓜就死了 那天天寒地凍 就去第二個dorm kitchen 拿蜜瓜蝦蜜瓜 當時我連蜜瓜和黑蜜瓜的英文都解不清 去到人家的kitchen 人家問你拿什麼 那就是melan 很明顯不melan 有時黑蜜瓜不是melan 整件事都錯了 切蜜瓜 幸好不用煎蛋 煎蛋是更辛苦 有油煙 都覺得很慘 這樣整件事 又會被柱罵 說我們可能切得不好 切蜜瓜 我會回到房間 聽廣東歌或國語歌 可能是輕張惠妹 聽一下 平衡一下 先換衣服 然後趕巴士去另一個campus 坐車 唉 適應力很差 又很掛念香港的朋友 經常都要買電話卡 當時做電影 做model 賺了錢 經常都要買電話卡 打電話回香港 經常打電話 但私鄉病非常之重 而且 吃吃吃 不斷吃 因為那一棟 而且人家有點不開心 經常去那些snack bar 吃什麼sandwich grilled cheese 什麼都吃一頓 又聯誼一下 吃到蛙 肥到 我回香港的時候 總之 什麼褲什麼衣服都穿不下 又不開心 再加肥 更加不開心 整件事我現在想起 都覺得很suffer 唉 真的不太好 最後一個不慣 就是不太會用電腦 因為我當時在香港 97年 人們開始用網絡 看蘋果日報 但我寄縮 所以我已經很不exposed to電腦 不上網 但我都聰明 我都學了打字 英文 如果打字都不懂 可能同學以為我是原始人 幸好打字都OK 然後學 什麼lock in的email 那些intranet 又什麼sand 整件事是不明白 我要新認識的朋友教我 他們都覺得 連window 右上角有三個按鈕 什麼一環 交叉 maximize 你都不懂 你什麼人 都很沮喪 當然這些東西 小朋友很快就懂 所以都容易get by 因為有些交功課 其實又要用intranet 唉呀 總之整件事我覺得是一個很慘痛的經歷 還有我是一個city girl 你無緣無故扔了我 在一個這麼山卡拉的地方 即是 你說weekend 不能說出Boston玩 是極之rare 一來我又要打排球 我是沒有 我很忙 我星期六 要不就home game 要不就去別人的學校 去別人的學校 有時候已經搖了個幾兩個小時車 然後就下車熱身 打比賽 即是很忙 所以就 對 都沒有說去city 真的放假 回香港 才會 對 才會回 唉 但是Borning school 我想現在就不會 你已經有Whatsapp 朋友contact 那些已經不難 也不貴 我想整件事會容易適應很多 英文現在的小朋友 其實英文已經很好 不會看電視又看不明白 聽心機又看不明白 課堂又聽不明白 別人朋友說什麼又不知道 都是跟Asian玩比較多 後來就 我本身跟一個美國妹妹是room mate 兩個人share的房間 後來都搞不定 因為她又很 很惱叫 很髒 我也跟她溝通不了 她的英文 我想她是比較南方 更加聽不明白 後來就換了同一位韓國人同房 大家culture好些 文化相似些 就容易適應很多 唉 總之都是很慘痛 過完那個fall 打完排球 之後 我只記得打排球 因為太辛苦了 還有很大滿足感 因為那隊排球隊很厲害 在我進去之前 我進去是讀junior year 之前 他們有四十戰不敗紀錄 當然後來真的打破了 這些不可能長期贏下去 所以隊伍是很厲害的 我記得我那年Varsity 好像拿第二 所以都很開心 在那裡打排球 但冬天 就是fall之後 winter semester 真的難捱了 那種冷 天堂地冷 冰天雪地 還要走斜路下山 乘巴士 巴士也是冰那麼冷 那些課室都還沒坐暖椅 又走一堂 總之整個人 可能只是洗澡和睡覺時覺得暖 所以都很大問題 但我想現在就不會 那些tech 什麼都好 uniglow 什麼都好 保暖已經做得好很多 褲、襪、鞋都懂得保暖 那時候真是愚蠢 那星期間 如果我不在sports team 就會去一個town 沒什麼節目 那個town好過落後 吃一下Subway 那隻三分之 沒有什麼買 去一下那些 類似Macy's 有個mall 當是excursion 沒有的 添置一下衣服 那兩年我真的過得很辛苦 去到Spring semester 我就玩track and field 都好一點 又是自己熟悉的東西 我就標槍 因為跑和跳遠 我是不夠鬼妹鬥 標槍就講技術 所以當時標槍我都是正選 不過當然 你去到跟鬼妹手刮起展 那些鬥就沒得鬥 不過叫做sports team 可以寫下去報大學resume 那裏 真的這樣